据台湾媒体报道 当地时间8月19号 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 在所谓过境美国休斯敦期间的一场晚宴上称 自己是台湾的掌舵者 有信心让台湾脱胎换骨 话音刚落 今天清律的台湾民意基金会 就公布了最新的民调显示 蔡英文的施政满意度持续处于低位 仅为33.3% 不满意度达到了49.9% 台湾是在改变当中 而且是往好的方向在改变 我是个掌舵者 我很坚定 我也很有信心 我会带着我们的团队 让台湾脱胎换骨 蔡英文在台上信心喊话 声称两年都过去了 台当局全力让台湾经济更好 各项经济指标呈现正面发展趋势 各种经济数据 无论是经济成长率 外销出口还是股市指数 全部创下过去10年罕见的好成绩 蔡英文称 很多改革要一步一步 文件踏实前进 最近台湾调整基本工资 就是最好的例子 只要方向确定 掌舵的人够坚定 就一定能成功 对于蔡英文粉饰自己的所谓政绩 有台湾网友嘲讽到 都爆胎了 还脱胎 都快沉了 这话透着大小姐心态 距离中下阶层很远 通常不知道该怎么办 就会讲这种话 正在往冰山市去 也有网友说 别把船弄沉就好 其他的我们实在不敢奢望了 除了网友不买蔡英文的账 清律的台湾民意基金会 20号公布民调 再次用数据打脸蔡英文 该基金会调查 蔡英文上任已经两年多 您赞同或不赞同 她处理大事的方式 包括重要人事安排与政策 结果显示 6.9%非常赞同 26.4%还算赞同 28.5%不太赞同 21.4%一点也不赞同 换言之 不赞同的人达49.9% 比赞同的33.3% 高出大约17个百分点 另一方面 强烈不赞同的人有21% 而强烈赞同的人只有7% 台湾民意基金会董事长 游盈龙表示 与上月相比 蔡英文受台湾民众拥护程度 基本上没有增减 停滞不前 依然在低档盘旋 从长期趋势图来看 蔡英文的声望也持续处于低点 蔡英文刚说 有信心带着团队让台湾脱胎换骨 马上就被最新的民调打脸了 台湾民意基金会董事长 游盈龙就表示说 蔡英文的施政满意度 依然在低档盘旋 声望持续处于低位 那么什么时候能够脱困而出 这似乎是个谜 张教授您觉得这个谜会有答案吗 他说出脱胎换骨的时候 我吓一跳 脱胎换骨就是轮胎脱落 换掉骨架 这台湾民意基金怎么可能会好呢 我们原来是很好的 因为驾驶员不太好乱开 一下子方向灯往右转 然后就往左走 一下急踩刹车 让很多民众无所适从 这个问题所在 壮观历史 坦白说执政者要做两件事 心力除弊 一定要先心力 为什么 心力民众会觉得 哎